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省陵石县静生镇 景区主要分两个院子 包家牙 红门堡 这是高家牙大城门 高家牙进门坡道 该避狮子管绣球 好事在后头 采用高浮雕手法 将三只狮子 用龙凤喜相逢的造型雕刻出来 狮 四邪音 期盼子孙兴旺 随待寓意长久不断 乐善堂又称敦后宅 为王家时期是刑步山东四郎中王汝聪的住宅 兴建于清家庆年间 王汝聪聪好学 逃取京师国子剑 后围从七品官员 分掌都两 击补 海房和水利 王汝聪老宅在恒真宝内 殷家族丁口增加 遂商亦扩建 1796年 与王汝聪兄弟二人寄回银票 只需使力 不得动本 购得文庙背后土地 嘉庆十一年 1806年 建成乐善堂 敬业堂二宅 可惜 兄弟二人四子四孙 再无子嗣 抱养唯一曾孙王家严 忠诚九品官员 但阴鸦片变卖家变卖是驴宝 调刻一只鹿丝 两边有荷花 荷花又称莲花 一路连和 取谐音一路连刻 希望子孙在科考制度下连连高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高佳崖的石桥连接红门堡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一文中说 天行见 君子已自强不喜 又言帝是昆 君子已厚德在物 厚四出于此 井氏和鞭策要积善成德 以其厚德在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氏和鞭策 清代高级文官称大夫 高级武官称将军 文官无品以上皆称大夫 王家大院原之原位大福利贬有丝快 王石塑像 原代1312年 远处太原的灵石静生村王氏家族的先祖王氏 先居静生村后 从耕作到豆腐营盛 游农即商 游商即官 最终逐步形成三项四宝武祠堂的庞大规模 总面积15万平方米 东西乡房一楼为儿孙住 二楼为小姐特赦 正面窑洞为长辈居住 正有顶上二楼为供奉祖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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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鸿门堡 《高加牙》 高加牙建于清朝同志年间 是一处典型明经两代城堡式建筑群 高加牙院内层层排列 主诸诺分明 主诺分明 高加牙建立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加牙建立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加牙建立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加牙建立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加牙建立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